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天然發酵的酸黃瓜第二集 我們今天把醃漬超過一個月的酸黃瓜 開箱分享給各位 檢驗一下這次醃漬的結果 像影片這樣 我們把它切成一盤 加一點美乃滋 可以用來夾麵包 夾吐司 當然也有各位想要的吃法 不管是各位在家庭裡面 所需要用到的 還是在做生意的朋友 假如依照我們的影片中的 簡單做法 便能夠輕輕鬆鬆的做出 完全沒有添加物的 天然健康 又酸又美味的酸黃瓜 我們先看一下 在醃漬期間 我們的醃漬物產生變化的樣子 給各位參考一下 若是您醃漬的雙黃瓜 跟我們醃漬的雙黃瓜 不一樣的話 那麼我們在最後 會向各位做一個 醃漬失敗的原因檢討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請一定要花幾分鐘的時間 看到最後 您就會有一個清楚 又詳細的結果分析 這樣子的話 下次您在做的時候 就一定能夠做成功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天然發酵 酸黃瓜第一集 乳酸發酵 酸黃瓜是乳酸製成的食品 需要用鹽醃漬 不要用加點的金鹽 點會使醃漬物產生化學變化 而變黑 使用天然海鹽或粗鹽 因為不含點 醃漬出來的酸黃瓜 顏色自然不會變黑 注意事項 一 保留更多的乳酸菌 避免醃漬物變黑 用粗鹽或海鹽 不要用含點的家用金鹽 三 使醃漬物脆口 殺青後直接加鹽 慢慢醃漬 使其天然發酵 不要用鹵水浸泡 四 無氧發酵 密閉蓋子每天搖一搖 使枝葉與醃漬物混合均勻 就能避免長菌 虛壓石頭 用小玻璃瓶裝 因為無乳水醃漬 不會有汁液進入醃漬物組織 而影響其脆度 六 醃漬成功與否 有乳白色汁液釋出 七 醃漬時間 一個月後是很安全的 避免亞硝酸鹽危害健康 硝酸鹽最多的時候 是開始醃漬後的兩三天到十幾天之間達到高峰 一個月的蔬菜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被殺青 加出鹽 二十克加入水中 攪拌均勻成鹽水 加入鹽水中 上面用紙巾覆蓋 防蟲 乳酸很明顯出現 小黃瓜的水分呢 也釋出 然後變軟 容易裝平 由原來的588克減少 乳酸作用部分已經開始轉黃 補水浸泡 直接再加2%的粗鹽 醃漬發酵 加鈣 把它搖一搖 讓鹽以消 貼標著名日期 開始跟各位介紹本片 在第三天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沒有用滷水下去做醃漬 所以請記得要經常搖一搖 很快就可以看得到乳酸發酵的跡象 這邊呢 泡沫很多 這個是第四天 小黃瓜已經慢慢的質變 所以呢 顏色開始變黃 因為這次醃漬的量不多呢 因為這一次醃漬的量不多呢 所以我們就沒有用重物來壓 因為這一次醃漬的量不多呢 如果醃漬的量比較多的時候 當然也可以考慮用中午再壓 然後呢 這樣子小黃瓜就可以沉沒在四處的乳酸下方 然後形成一個近似的無氧發酵 這樣也是可以的 假如是這樣子的話呢 就不需要經常搖 讓它靜置就可以了 這個是第六天 乳酸發酵越來越好 乳酸發酵越來越好 如果可以看得到它的顏色呢 非常的漂亮 乳汁呢 呈現是乳白色 然後酸黃瓜顏色 漂亮 這是第七天 這是第七天 乳酸發酵還是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進行到第九天 乳汁釋放呢 越來越多 酸黃瓜的顏色 非常漂亮 鮮黃色 完全沒有白膜出現 所以是非常健康的乳酸發酵 所以是非常健康的乳酸發酵 第十天 乳酸發酵在進行中 這個時候的酸味已經會非常的明顯 在這個醃製的中期階段呢 雅酸酸鹽呢 也是達到高峰的時期 到第十六天 小黃瓜因為沒有用乳水浸泡醃製 所以外觀看起來是很健康的 所以外觀看起來是很健康的 也沒有破損的狀況 到第十七天 雅酸黃瓜 雅酸酸鹽 看起來應該是保持某種脆度 對呀 第二十天 這個時候的雅酸酸鹽濃度呢 已經是開始下降的 第二十一天 顏色與乳汁看起來 對於顯示 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乳酸發酵 第二十四天 純淨 完全沒有白膜的乳汁 還是記得要再搖一搖 還是記得要再搖一搖 而且乳汁看起來是越來越多 第二十五天 已經越來越接近安全食用期 而是非常的期待中 酸不酸 是什麼樣的概念 本集要在開箱的時候 做專業又科學的 酸度檢驗 第二十七天 開箱倒數第三天 天然健康安全無毒 而且沒有添加物的真正酸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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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出好多的乳汁 第二十九天 晶瑩剔透的酸黃瓜 因為沒有壓重物呢 因為沒有壓重物呢 顯得很飽滿 我們再看一下漂亮的乳汁 好第三十天 開箱日 顏色鮮黃 完全天然的顏色 沒有變黑 而且乳水非常的純淨 看看這一次的乳酸發酵的成果 我們要做乳酸發酵的酸度檢驗 取一些酸黃瓜釋出的一些乳汁 來做酸度檢驗 我們用吸管吸一些乳汁 把它放在這個涼杯裡面 準備做酸度檢驗 我們一般做酸度檢驗的時候呢 會用兩種方法 方法一的話呢 是用PH值來檢測 一般我們可以用PH劑 或者是PH式子來測PH值 我們這次是用PH式子 PH式子增上乳汁 然後對照一下PH值表 這個酸度很酸 所以PH值呢 介於3到4之間 然後我們酸度檢驗的方法二的話呢 可以用酸度劑來檢驗 我們這次是用酸度劑檢測出來的酸度是0.55度 我們提供一下酸黃瓜的檢驗食譜 首先呢我們在吐司上面加酸黃瓜 因為我們已經切成薄片了 所以一片一片的鋪在這個吐司上面 好 接著加美乃滋 加美乃滋的话呢 配上酸黄瓜 酸酸甜甜的 非常好吃 我们再夹一个荷包蛋 然后做成一个夹蛋的三明治 再配上一层吐司 我们第二种方式的话呢 是把酸黄瓜呢 切碎 然后再加上一个美乃滋 然后在吐司上呢 加刚刚的美乃滋双黄瓜碎锭 把它平铺在这个吐司上面 再加上一层吐司 加满多料的 再补一些美乃滋 我们再夹一个荷包蛋 做成 荷包蛋 然后夹美乃滋跟酸黄瓜的三明治 吃起来很好吃 这是夹蛋三明治 酸黄瓜的酿制失败的原因检讨 可能有几个 第一个是不酸 盐的比例不对 所以会导致不酸 那么我们改善的做法 就是只要您是使用 2%的盐 的比例下去做的话呢 就保证一定会酸 第二种失败的原因呢 可能是长白膜 那可能是因为 你在腌制的时候呢 你的腌制物还有深水 没有晾干 第二个是 你使用的器具 有油或者是不干净 包括容器也是一样 所以在腌制发酵期间呢 可能也跟空气有接触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导致长白膜 所以我们改善的方法 就是把前面的缺点呢 把它改善 譬如说 不能有深水 使用的器具呢 要干净 然后在腌制的期间呢 一定不能与空气有接触 要保持无氧发酵的状态 这样子的话呢 应该就不会长白了 好 那第三个可能失败的原因呢 就是不脆口 当然因为腌制过的东西呢 要保持脆口 是有一点难度的 那但是 不脆口 最重要发生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 你在腌制的时候呢 加了卤水 然后呢 又没有压重物 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脆口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改善的方法是 尽量呢 可以不要加卤水腌制 然后尽量呢 也能够压重物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做法 好 这个是我们一般在 做酸黄瓜腌制的时候呢 可能会导致失败的原因呢 分享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谢谢观赏 我们这一集的 天然发酵酸黄瓜呢 已经全部为您介绍完毕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请支持爱酿造助频道 我们会制作更多 更优质更精彩的内容 陆续为您制作与分享 请按赞订阅分享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